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 快点打来204-6566 或者发电邀去ask.bschannel.com 和我和坐在身边的要材政筵研究部 高科分识员王永豪Rafi 聊天 Rafi 你好 你好 看见到恒生指数有跌转升 升到25123点 暂时升11点 国企指数升到16点 做11081点 见到内地股市暂时都要向下 上前综合指数暂时跌8点 做2232点 Rafi 见到大市气氛似乎又好些 今早露跌百几点下来 现在升几十点上来 见到A股市实际不是怎么动 似乎是港股这边比较强势 对 如果以港股来计算 今天早上讲过 市场看的其实不算特别弱 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一层里面 纵使你说不断去到 悉声跌跌也好 其实都是二晚富人叫拉锅 虽然是曾经跌穿过 但其实不是太跌得太过离 变相只看这一件事 都意味着其实港股不是特别差 再加上以来 虽然这一刻内地市仍在反复中 但为何港股自己走上来 一来其实你看到上星期尾开始 那个港股也是叫强返的 那变相也是钱 其实是流进入香港里面 所以流走入鼻 好看他们什么时候炒 所以如果一两下追一追 变相市场移动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即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都关事 而三来的其实依然都是业职期 不断今早都说 总之这一刻来说 可能很多业职不算特别大的惊喜 但我觉得只要不是特别差的时候 在一些所谓好的市场市场里面 只要不是出了特别差的业职 其实也不会说要跌得太急 所以变相整体来计 我觉得恒指也是一个不错的势头 依然说一样东西 二十天线 二十四千八 先做这一阵支持 受得绝的时候 反而就看看上面 能够破二十五千二百零一 之前是高位 如果破得到的 那我相信才有望 可能见到二十五千五百点的水平 好 我们听听家庭观众 王小姐的电话先 王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王小姐有什么帮到你 你好 我本来是八百七 八百七 到这个位买不买得过 你本身没买过的 是吗 是 明白 好 看到英皇中标珠宝片到八百七 暂时股价回吐了百分之二 去到四毫六千半这个位置 你见到公司其实两日后就会公布他们的中期业绩 的了 见到股价走势 似乎就不是太过OK的 之前一路都是在这个 六毫子左右 一路跌跌跌跌到现在四毫半 四毫子都收不住了 Raphia 你觉得这个股份应该这个时候抢底 如果这么说八百七英皇中标 就是零售股本地的一些概念 如果以这个业务去看或这个概念去看 其实就真的一般的 甚至乎我觉得两日后出业职都好 业主应该没太多看头 所以这么说应该比较差 但是纵使你说这么差 价又都不断走下去了 但是博不博得过呢 我觉得以近期很多的零售股来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比较贴士 比较即时一点点 你试一试 我觉得可以看有没有机会 反而叶职之后 当反映了 出差的东西 试一下有点反抵现象 因为近期很多零售股都有这个因素 不然你说好像达芙尼、百黎 这些全部 其实整体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 但是反而就在炒反抵下 令到他们业职之后 都可以借石抽一抽 所以反而从这一方面来看 就少少地试一试英雄中标 即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入的话 因为真的以基本面来论的话 一定不要的了 那说明上暂时来说 你可以考一考这一两日来计 究竟有价位 能够在四毫六指附近 可以叫做其得住 因为四毫六指正正就是 今年二月份回来低位 如果可以站住 我觉得你轻轻地试一试 纯粹拼短线 就是拼起来 拼起来打上去 大概无止到 做一个短期的目标 那始终你是拼得的话 下面转转转 因为其实真的不一定升上去 如果在下面来计 反而我觉得这一阵 是穿四毫二指的 差不多一成左右 那我几件 考虑去指示你在这场 不可以留意着 王小姐 Rapit就觉得这只英雄中标珠寶股份 可以在四毫六指这个位置 先吸納一注 不过上网是一成 下网也是一成 所以留意着上下风险的管理 Rapit就见到 正如你刚才也提过 可能业绩公布了之后 因素才会明朗少少 很多公司最近都公布了 他们的业绩 好像这个还原延期 1193 其实公布了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走势也不是太好 这个时间我们看业绩之前 我们再听听家庭观众 张小姐的电话先 张小姐你好 张小姐在吗 张小姐 喂 到你了 有什么帮到你 我想问那只核生园 短期有没有上升空间 明白 短期看到就上升了上来了 现在就升了2.8% 核生园的股价暂时去到30亿.2 张小姐你本身有没有买的 有啊 差不多35元 34元 34-35元 之前跌下来当时买的 是吗 没错 明白 好 看到了暂时核生园的股价 叫做了 今天翻译视频的3% 存定了没有 Rafi这只股份 有没有机会回到35元 张小姐买入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也有机会 因为始终你35元 虽然就对比近期来计 就叫做高了一点 但是如果整体整个浪来看 你买的价格不转太高 那我们有机会 也要在借势再上一上去 而且特别以为之前那一刻 譬如上星期中 你见到跌得这么急的主因 其实几大程度 就是因为业绩 但是你见到 其实跌完那两天之后 去到上星期五 和今天来计算 有点点见底回升的意味 一来就开始买盘 就要多一点 二来也有借势 有个阳烛慢慢发现出来 所以以即市技术上的形态来看 我相信有机会再借势 再向上试一试 但是当然上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看下你的看法是怎样 你纯粹想要短期平手走 我觉得其实有机会 刚刚就是有机会试到这个列口位 大概36元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给你赚一点点 或者轻微平手去走一走 如果你真的不贪 你也可以在36元附近去离场 但假设你真的想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赚钱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你要看到时 36元能不能够站上去 如果你可以站上去 我觉得才有机会 可能试上40元的水平 但是暂时来看 我觉得就未必弹得太多 極其量都是40元左右 因为始终这一阵大家对合生元看法 是比较审慎 当然不是它基本面差 但如果以之前业绩来说也好 或者现在大家对与业股看法也好 其实没有年初回来那些强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阵 就算弹也好 应该到40元附近 我觉得就可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着这些位置 而下面来算 这一阵一样 只要不穿上星期五低位 大概28.5元左右 我觉得又不需要这么急去指射 看着28.5元这个位置 是否可以省得住 如果不幸跌穿过就要指射了 Ruffy就觉得 上去36元至40元的水平 暂时都有可能 刚才就和你提过 华润燃气都公布了它的中期业绩 我们看看华润燃气中期业绩究竟造成怎样 看到华润燃气中期顺利 按年上升17% 去到赚了12.5亿港元 中期息是每股牌五线 但是见到它的股价 其实真的做得一样 暂时现在跌了9% 主要都是因为管理层 就预计天津那边的项目 未来这个全年目标的消息量 会减少两成 Ruffy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股价反应都挺大 其实跌9%已经少了 今早其实曾经跌到22.8这个位置 你觉得现在跌9% 反映了这个减产的负面因素没有 如果以暂时来看 我觉得还要等一等先 因为一来 其实今天跌除了减产因素之外 其实都相关于业绩里面的 因为其实业绩虽然大数上看 没有太多的异样 整体的城市燃气分销 更加都升成三成一 营业率都有增长等等 但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毛利率方面 因为其实毛利率今次跌了下去 而这个跌的主因其实 因为过去这一年里面 或者过去这半年里面 相关液化天然气的加气站 其实由20间就大幅增加到48间 增加了28间那麽多 而因为反映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加气站 其实相对的利润是比较低的 而正正因为反映这件事之下 令到它的毛利率都有受压 而另一边相见到就是 最主要想说的就是 因为LNG液化天然气因素 因为其实以近年来计 随着国内想说 好多人去好似很大的发展前景 好多公司都入了这个行业里面做 而令它竞争又大 变相价格不能太高 甚至从实质的需求来看 其实这一刻不算是很广泛 那变相这份造成LNG那些公司来计 其实也有压力 所以见到润然其实一定有这个 即是今次业绩 几大程度上 因为这件事有过的迟失拖累 甚至乎觉得下半年 都未必有再进步改善的空间在此 再加上刚才Fill所说的限散因素 所以面上整天来计 都令到股价相对今天跌得比较急些 暂时来计算 这一刻跌幅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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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当然这一刻来说 如果真的不能上这些位置 我觉得不排除下面 可能再次穿23元下水平 似乎Rafi对这只股份的短期走势 都可能不是太乐观了 好 这一节很多谢Rafi为我们分析了 还原延期的业绩和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刚才提过相关股份 有没有持有Rafi? 没有 好 谢谢Rafi 待会我们会继续有问答环节 记住打来28-0-4-5-6-6-6 待会再见 谢谢Rafi